大家好 我是小植 欢迎来到小植一屏 今天小植讲述 激战阵线 该片以俄罗斯小伙穿越为主线 割落出1943年 二战期间苏联军队抗击德国入侵时 在涅瓦河畔发生的悲壮故事 迈克是一家矿场的负责人 接到手下通知 有人来这里闹事 而且还在网上直播 于是迈克看到美女在地上耍无赖时 就打定主意 给他来一场意外的惊吓 当两人来到附近的坑洞那时 美女讲述 这就是当年苏联军队 再次抗击德军所建造的 里边的尸骸也都是宁可自裁 也不愿被俘虏的魏国战士 此时 在外边迈克的手下根据他的指示 让一辆无人驾驶的汽车自行下坡滑行 从而造成意外事故 但没想到的是 车子竟砸向了防空洞里 迈克无意间拔掉木桩上的爬钉 防空洞开始出现坍塌 而他瞬间穿越到二战的涅网河畔 此时 两名俄军士兵正在查看军情 跟随他们的步伐 迈克爬到山坡上 眼前一片壮观的景象给他镇住了 此情此境 在他心中只有一个疑问 我是谁 我在哪 我在干什么 面对上空德军飞机的密集轰炸 迈克本能的躲避着炮弹 迅速跳进河沟内 就在他眼前 一名苏联老兵正在他的放盒上刻字 迈克想要询问他什么情况 但似乎这个人感觉他就是个空气 迈克甚至怀疑 是不是自己手上拿着的这个爬钉导致的 突然 一名长官走过来 他仔细观察后发现 竟是刚刚在河边的那个人 他跟在老兵身后走着 来到一堆士兵身旁 用爬钉戳了戳地上的伤员 发现这里的人都是虚幻的 而他们也都看不到自己 甚至爆炸产生的碎片 从他身上掠过 就如同他不存在一般 这一切都像是在看五地电影 其他人可以随意从他身上穿越 此时正值苏联军队 与德军正面交锋的时刻 坦克火炮接踵而来 战场环境异常残酷 迈克判断 如果他能将爬钉放回原来的位置 那么自己就有可能返回去 所以他还得找到那个防空洞 他想起来 眼前的这位军官 就是在屋内 美女给他看的证件上的那个人 舒洛夫委员 跟随他的步伐 迈克很快找到了防空洞 但他在里边找了半天 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位置 最终迈克再绕了半天才明白 此防空洞非比防空洞 真正的防空洞 就是舒洛夫委员的指挥所 尽管炸弹子弹都伤不了他 但迈克还是小心翼翼的 躲避着袭击 在一个六岔路口 他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突然 上边的德军杀到阵地 眼见着身边一个个士兵 都被德军给杀死 迈克开始有点找不着北了 这时 舒洛夫委员带着一队人马赶过来 这重新燃起他的希望 但两军交锋 一颗榴弹竟打在他的肩膀上 虽然没有痕迹 但疼痛感却十分强烈 望着老兵倒下 迈克瞬间苏醒了 但他起身后还没有走两步 又晕了过去 这次他终于找到那个防空洞 在里面 一名士兵表示 德军现在已经将这里包围 迈克将爬丁放在原来的位置上 然而奇迹却并没有出现 接着 里边的人一个个全部开枪自杀 眼瞅着舒洛夫委员在他眼前开枪自杀 一瞬间他又醒了过来 他的手下怀疑 迈克出现很严重的脑震荡 与他一块的美女更糟糕 现在他住进医院一直昏迷不行 自从迈克在矿场出现幻觉后 他时常在街上都能遇到相同的境遇 就像是时空隧道一样 时时刻刻都想要将他吸进去 于是他决定前去医院看望美女 想要表达一下自己的罪过 一天 他跑到养老院 询问父亲关于舒洛夫委员的事情 父亲表示 当时只有一名孤儿院护士照顾他们 才能活下来 但他从父亲的眼神中看到 此事并非他讲的那么简单 于是他来到孤儿院档案馆 寻找当年的档案 突然一幅场景出现在他眼前 一叠档案被当时的管理员 垫在柜子下面 恰巧遇到空隙警报 从此这叠档案就永远被封存在这里了 外客来到柜子旁 将档案取出来 正是舒洛夫委员的档案 他将调查结果讲给美女厅 表示这个人和他没有半毛钱关系 舒洛夫委员当年40岁 而他的爷爷才16岁 所以根本不可能有关系 但男孩的一席话触动了他 表示舒洛夫委员当时有两个孩子 在防空洞的心中 有具体的信息和地址 带着信息 他来到了心上的位置 在那里 他看到自己爷爷当时准备参军的一幕 在此又找到了新的证据 这就是舒洛夫委员的家 据当时在他家的小女孩回忆 他的爷爷自从参军就没有回来过 而且还不知道自己有个儿子 这一切都迎刃而解了 这也解释了自己的父亲 为何从未见过他的爷爷 随后他在一栋大楼上 亲眼见到自己爷爷 抗击德军的英雄场面 他希望爷爷能够回家一趟 因为家里还有个人在等他 好了本集故事已经完结 喜欢的朋友请多多点赞转发 多谢关注 下期见 下期见